下面我们继续来讲解 第一章的第五节 预备费和监视期利息的计算 这小节考试出题 分值非常稳定 就两分两个单项选择题 预备费 还有监视期利息各考一个题目 出题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考文字题 需要大家掌握预备费和建设期利息 所包含的内容 然后第二个是考计算 要求大家掌握基本预备费 加差预备费建设期利息的计算 那这两类题型 出题频率较高的还是计算类的题目 对于计算 不仅在我们计价课社会考 也是案例分析 科目当中大家必须要掌握的考点 再来讲第一个知识点 预备费 包括两部分 基本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 回忆一下我们在开篇讲的 基本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该怎么来记忆呢 工程量变化导致造价增加的属于基本预备费 应对价格变化导致造价增加的属于价差预备费 首先我们先来看基本预备费的概念 在概念当中大家要注意 第一个什么时候在整个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当中 哪些阶段要考虑基本预备费呢 是在投资估算或者是工程概算阶段 投资估算和工程概算是我们第三章要来学习的 在项目建设前期编制项目建书可行研究报告 都要对建设项目总投资做一个预测和估计 那此时编制的工程造价文件是估算 在初步设计阶段有了初步设计图纸 那按照初步设计图纸为依据来估计 建设项目总投资是工程概算 大家想在这两个阶段 我们计算的项目总投资会是准确的数值吗 都是预测和估计不是准确的 而整个施工图设计都完成之后 我们根据施工图设计编制的施工图预算 此时的这个总投资相对来说是较精确的了 好了那这两个阶段 我们都是对项目总投资做预测和估计 所以此时我们就要考虑应对工程量变化 或者工程造价价格变化导致造价增加了 由于工程施工过程当中的工程变更及恰商 那工程变更是导致工程量变化 自然灾害的处理 如果施工过程当中发生自然灾害 会对已完成的建筑造成破坏 那重新建设工程量增加 还包括地下债务的处理 超规超线设备运输 都是会导致工程量增加的费用 都在基本预备费当中考虑 基本预备费还有个别名被称为不可运监费 那当大家看到这个不可预见费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复习特别认真的考生 就会有这样的疑问 说老师啊 我们在前面讲建筑安装工程费的 暂列金额的概念当中 暂列金额不也是针对不可预见的吗 那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区分不同 第一个 基本预备费和暂列金额考虑的阶段不一样 我们基本预备费是建设单位在估算概算阶段所预留的 而暂列金额呢 它是在发承包阶段 施工合同签订的时候 针对那些尚未确定不可预见所预留的 这是考虑的阶段不一样 另外不同点是 这两个费用的归属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讲的基本预备费 它归属于整个工程造价 是站在业主角度的工程造价 而暂列金额归属于建筑安装工程费 从这两个角度来区分 不同阶段考虑的不可预见 归属不一样 下面我们来讲解基本预备费的组成 组成的内容和概念是一致的 第一个 变更及恰商 那这里大家注意啊 我们考虑的变更及恰商呢 是在批准的初步设计范围内 是范围内 在初步设计阶段编制的设计概算 已经批准 那设计概算已经批准 将作为我们建设项目投资的最高限额了 一般是不得调整的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那经过批准才能调盖 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 基本预备费 一定是在初步设计范围内的 由于技术设计 施工图设计 施工过程当中增加的工程费用 还有变更材料待用 局部地基处理增加的费用 第二上 一般自然灾害的损失及预防费用 这里用注意括号里的内容 实行保险可适当降低 针对我们工程 那要办理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 自然灾害属于工程一切险的投保范围 如果施工过程当中 发生自然灾害的损失 保险公司会理赔 所以实行保险的 那这部分的预防费用和损失 就可以少考虑一些 然后第三个 不可预见地下债务处理的费用 以及超规超限设备运输增加的 都是影响量的归到基本预备费里 下面再来看这项费用怎么算呢 基本预备费的计算是用 工程费用加上工程建设其他费 乘以基本预备费的费率 就是工程费用加其他费 合计乘以基本预备费的费率 我们就可以把基本预备费算出来 基本预备费讲完 我们来看第二个 价差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的计算是重点和难点 它的内容是由于人才及设备的价差 影响工程造价的变化 还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 以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的调整 利率汇率调整 那导致造价增减的费用都在 价差预备费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它怎么算 这是造材当中给出的 价差预备费的计算公式 在这公式当中呢 PF就表示价差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它是分年计算的 把建设期每一年的价差预备费算出来 汇总就得到总的价差预备费 所以公式当中 这也是Sigma加合 是分年计算再汇总的意思 N呢是建设期年份数 这里的IT是重点来记啊 要记两个方面 第一个它包含的内容 第二个它是按照什么样的价格水平来算的 包含的内容 它是指建设期每一年的静态投资额 静态投资额包括什么呢 我们来看黑板上这个图一 我们将固定资产投资 注意啊 是固定资产投资 分于两部分 一个是静态投资部分 另外一个是动态投资部分 如果这项费用的计算 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就属于动态投资部分 没有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是静态投资部分 所以每一年的静态投资额就包括 每一年估算的工程费用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基本预备费的合计 而加差预备费建设期利息 我们一会来讲 都是按照复利计息的原理来讲的 所以是考虑资金时间价值被称为动态投资部分 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每一年的静态投资额的合计 是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级 基本预备费的合计 第一个掌握内容 第二个它是按照什么价格水平来考虑的呢 是按照估算年份价格水平的投资额 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在2021年7月份开始建设了 而编制投资估算是在一年之前 是2020年7月份编制完投资估算 那接下来进入到勘查设计阶段 再进入到发承包阶段 然后施工单就中标了 2021年7月破土动工了 而我们这里静态投资额注意啊 它是按照2020年7月份编制投资估算 这个时候的价格水平来确定静态投资额的 而不是我们开工建设的这个时间的价格水平 所以这句话的理解是按照估算年份价格水平的静态投资额 公式当中的F表示的是上涨率 做题的时候题目会告诉我们 这个上涨率就相当于我们来计算利息的利率是一个含义啊 那M呢是建设前期年限 比如说2020年7月份编制投资估算 那2021年7月份破土动工建设 那这两者之间就属于M建设前期 这个项目的建设前期是 一年从编制估算到开工建设 下面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教材当中 关于价差预备费这个公式的推导的原理 然后再来分享一个简便的算法 在这个坐标轴上 零时点表示建设期初 那我们编制投资估算是在要提前一段时间 比如说我们项目建设期初是在2021年的7月份 那我们编制投资估算呢是在2020年的7月份 那此时这个-M年就是-1年 建设前期就是等于一年了 我们在编制投资估算的时候 估计出了在建设期第T年 静态投资额用IT来表示 就是第T年所考虑的工程费用和工程建设期 其他费还有基本预备费是IP 那现在我在投资估算 估计出来这个数字是IP 我要考虑到施工过程当中 到建设期间那它要上涨多少钱呢 那我们按照资金时间价值来考虑 注意我们要讲价差预备费 还有建设期利息都是负利计息计算的原理 负利计息是大家在管理科目会学习的 那现在我们在IT我们要考虑 从IT要考虑到DP年 那如果这笔钱都在DP年年初都花掉了 我们按照DP年年初来考虑 就DP.1年来考虑上涨的话 那我们考虑上涨什么就考虑少了 那如果我都在DP年年末考虑 如果上涨我都考虑到这儿 大家想这笔钱在DP年 我们都是按照每个月都有发生 如果你都按照DT年这个时间点考虑上涨 考虑上涨又考虑多了 所以折中注意啊 我们当年上涨只考虑0.5年 那我们就按照IT按照复利计息的原理啊 从这儿一直画到这里 我们要考虑这个上涨的 这部分的差额就是我们要考的PF 价差预备费 那现在这个IT我先考虑上涨 从-M年建设前期考虑到 建设期初那此时就是IT乘以 一加上涨率F的M次方 那以这部分为基数再考虑上涨 就考虑到这里 那我先算到这儿吧 先算到这儿呢 考虑到这个时间的上涨 DT-1年就DT年年初就变成IT乘以 一加F的M次方 再次基数让我又考虑到了一加F的T-1次方上涨 就考虑到上这儿了对不对 那我再考虑到这里呢 那这里我们来计算就变成了 IT乘以一加F的M次方 再乘以一加F的T-1次方 再乘以一个一加F的0.5次方 就考虑到了DT年年中的一个上涨了 大家看我们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 和我们教材的公式 是不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差额 我们再把IT减掉 再把静态投资本身减掉 那合并之后 每一年的都求出来 就变成了教材当中的公式了 这样计算太麻烦了 计算量太大了 我们能不能简化一点呢 简化之后 我们就变成了这个公式 我们现在计算的价差预备费 实际上利用的就是我们在管理科目 大家学习的计算利息 分为单利和负利 我们考虑资金时间价值都是负利计算 我们负利计息的公式 用本金乘以一加I的N次方 再简易中括号扩回来 我们价差预备费也可以套这个公式 这个本金对应着 就每年的静态投资额IT 这个I呢 利率对应着就这种这里的 每年的上涨率F 这个N呢 这个N 我们来看我们从负M年 考虑到DT年年中 上涨的周期考虑多少 上涨的周期我们考虑一个建设前期M 那一直到这儿 这是T减去了这儿 这是0.5年 所以这一步的上涨周期 就是T减0.5 那整个的上涨周期 就是M加T减0.5 所以我们把价差预备费的计算公式 变形之后就变成了底下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式 直接记忆负利机析的公式 负利机析的公式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大家跟着我在言草语上写一下 我们计算的这个利息 这个利息呢 我可以用I来表示 它又等于P是本金乘以 1加I的N次方减1 中括号括回来 这是我们求的负利机析的 利息的计算公式 那其中 这个N按照我们价差预备费 考虑的上涨周期是多久呢 这个N就等于建设前期 M加上T减0.5 计算第几年的价差预备费 这个T就是几啊 那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大家在管理科目学过 如果同学们还没有学习管理科目 没学到那给大家补充一下 现在我们在第一年年初 比如说存到银行里一笔本金 比如说存到银行10万块钱 银行的按照负利进行 年利率是3% 那P存到银行 那当年的利息呢 变成了P乘以I 那10万的本金 利息呢 就是10万乘以3% 利息等于0.3万 那一年后的本利盒变成多少 就变成了10.3万 这10.3万就用本金 然后再加上利息 那把这个公式提取出来 就10乘以1加3% 这第一年的利息 那我用第一年的本息核 作为第二年计息的基数 这就复利计息 我们第二年的计息基数 要考虑第一年的本金 和第一年产生的利息 用P乘以1加I 作为本金 再用P乘以1加I 本金乘以I 作为第二年的利息 那本金和利息 合计出来之后 第二年的负本利盒 就变成了P乘以1加I的平方 以此类推 存N年 N年之后 把钱取出来的负本利盒 就变成了P乘以1加I的N次方 那我们现在求的是价差上涨 那我就再减去P本身 就是求的利息的合计 就是我们所求的 价差预备费是多少 那我再把P提取出来 公式就变成 1加I的N次方-1了 这个公式就是 负利计息求利息的计算公式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公式 运用到价差预备费 计算的这个思路当中来 就将复杂的公式 变为简单化了 只要同学们掌握 分别计算每一年的 价差预备费 那即息周期 N等于建设前期 加上第几年的 价差预备费T就是几 再减一个0.5 好了公式讲到这 带着大家来做题目 消化一下 某建设项目 既然工程费是5000万 设备购费是3000万 工程建设其他费是2000万 以至基本预备费率是5% 项目建设前期 年限是1年 建设73年 各年投资计划额为第一年完成投资20% 第二年60% 第三年也是20% 平均投资价格上涨率6% 求建设项目建设期间的 价差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的计算基数 包括什么 包括工程费用 还有工程建设 其他费 还包括基本预备费 那以至条件当中的 兼工程费 设备购质 5000万加8000万的结果 是工程费用 其他费是2000万 那整个工程费用是一个亿 对不对 一个亿 一个亿之后呢 我们这道题基本预备费没有给呀 给出来了基本预备费的费率 我们需要先求基本预备费 那基本预备费就用5000万 加上3000万 这是工程费用 再加上工程建设期他费的2000万 我们乘以5% 就求出来了基本预备费了 基本预备费的计算基数 是用工程费用 加上工程建设期他费 乘以5% 那一个亿乘以5% 我们得出来的 工程建设期他费是500万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整个的静态投资是10500万 下面按照已知条件当中给出来的每年的投资计划额 第一年完成20% 那我们就10500万 乘以20% 第一年的静态投资是2100万 好了我把2100万写 套工程啊 用2100万乘以 1加F的n次方 F是上涨率 6% N次方 N次方啊 写到这儿 然后再减1就可以了 N次方是几呢 N等于M 加T 减0.5 建设前期 已知条件给了 建设前期是一年 现在计算第一年的 加差预备费 T就等于1 我们再减0.5 得到的是 1.5次方 所以 第一年加差预备费 这个N等于1.5 再来算第二年的 加差预备费 第一年完成20% 是2100万 那第二年完成60% 就变成了 6300万 就用10500万 乘以60% 我们来看是 6300万 好了再带定公式啊 变成了 还是1加6%的 这个时候是几次方了呢 还是N等于 M 加T 减0.5 M等于 1 T 第二年T 又变成2了 2再减0.5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2.5次方 好了 这块再变成 2.5 再来计算第三年的 加差预备费 第三年完成 也是20% 那我们 依然还是用 2100万 来乘以 1加 6%的 那此时 这个 就变成了 1 加3 减0.5 N就等于 1加3 减0.5 得到的结果是 3.5 所以这就是 3.5次方 减1 每年的 加差预备费的 式子都列出来了 剩下就靠 同学们自己啊 现在就把视频 再平 去按计算器 在平时学习的过程当中 就要 去和计算器 磨合 千万不要说 这要给我会了 我不算了 那我们必须在平时就提高自己的解题速度 还有准确率 这样在考场上才能应对 尤其是案例分析题目才能应对自主啊 必须平时就要建立自己与我们计算器的一种默契 那每一个式子列出来之后呢 最终计算出来的第一年的价差预备费 191.8万元 第二年的价差预备费 987.9万元 第三年呢 是475.1万元 三年的加起来 是求总共的建设期的价差预备费了 我们讲义当中的公式 是按照教材当中的式子来体现的 大家可以按照我们自己总结的 算一下 看和这个结果是否完全一致 如果完全一致 那就表示 我们总结的这个简面公式 是妥妥的 没问题的啊 下面我们来做几个题 这个知识点呢 在13年和20年考察的是相同的 下列费用当中属于 基本预备费支出范围的是 A.超规超限设备运输增加费 B.人工材料施工机具的价差费 C.建设期内利率调整增加费 D.未明确项目的准备金 基本预备费是我国的 建设项目总投资的构成 而D.这是我们讲的 国外工程造价构成当中的应急费包括 未明确项目准备金还有不可预见的准备金 所以先把D排出在外 而B.和C.两个选项都属于 价差预备费包含的内容 那本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A.选项 超规超限设备运输增加费 属于基本预备费 再来看19年的单选 根据我国现行建设项目 总投资及工程造价构成 在工程概算阶段考虑的 一般自然灾害处理的费用 应包含在哪里呢 A.未明确项目准备金 也是国外的直接划掉 B.工程建设不可预见费 C.暂列金额 D.不可预见准备金 这也是国外的 那就在B.和C C选项 我们刚刚对比了 它是在哪个阶段考虑的 施工合同签订阶段 而本题这里明确 在工程概算阶段 我们考虑的自然灾害处理 应该属于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的别名 被称为工程建设不可预见费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B选项 再来看17年 某建设项目静态投资是2亿 项目建设前期是1年 建设期是2年 计划每年完成投资50% 年均投资价格上涨率是5% 该项目建设期 价差预备费是多少万元 我们分年来算 首先计算第一年的 第一年 总共的静态投资是2亿 那第一年就是1亿 来乘以 1加上涨率 上涨率是5% 那几次方呢 我们N等于M加T减0.5 刚开始不熟的时候 同学们就在研草纸上 向我这种方式慢慢来练啊 那题目建设前期是1年 第一年的加差预备费T就是1 然后我们再减0.5 所以是N是1.5 所以这是1.5次方 我们再减1 这是第一年的加差预备费 再来算第二年的 依然是静态投资1亿 乘以1加5%的 然后这减1啊 我们先来确定 这个N是几呢 N还是等于M 建设前期等于1 然后建设期第二年 N就等于2 再减0.5 得到的结果是2.5 所以这把它变成2.5次方 就计算出来了 计算出来之后 第一年的价差预备费是 759.3万元 第二年是1297.26万元 加起来一共是2056.56万元 正确答案选的是C选项 在这我要强调一句 是计算建设期利息 或者是价差预备费的时候 都是分年算的 大家要认真看题目的要求 是要求我们计算价差预备费的总额 还是某一年的 那如果这要题只要求我们计算第二年的 那我就直接从选项当中找1297.26万元 就不用再汇总加合了 但是如果这道题的选项当中 比如说我将B选项 我改为1297.26 那也会有同学 把这个数值计算出来之后 一看选项当中有就选了 你这种情况就错了 因为这道题要求的是 计算所有的价差预备费 一定要将两年的都加起来 这个是提示大家做题的仔细 千万不会做 但是没有认真审题再丢分 这种情况就太可惜了 下面我们来看11年考的一个文字体 根据我国现行规定 关于预备费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A基本预备费以工程费用为计算基数 基本预备费是以工程费用 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合计为计算基数的 B实行工程保险的工程项目 基本预备费应适当降低 这又是正确的 因为发生自然灾害 保险公司会理赔 C涨价预备费 我们原来的教材叫涨价预备费 那13年改版之后 改为了价差预备费 所以这一年的真题还是以涨价预备费体现的 以工程费用和工程建设其他费之和为计算基数 对吗 哪里错了 缺少了基本预备费 它是针对每一年的静态投资额为计算基数 静态投资额包括工程费用 工程建设其他费和基本预备费 好了再来看D 涨价预备费不包括利率汇率调整增加的 包括包括包括人才及设备增加的 建安工程费工程价其他费增加的 也包括利率汇率变化导致造价增加的 所以这道题选择的是B选项 预备费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讲解建设期利息 我们这个建设期利息 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它不单纯的是指我们向银行贷款 支付给银行的利息 还包括在筹资过程当中产生的其他费用 所以来看概念 建设期内发生的 注意建设期利息 它考虑的是建设期内产生的利息 而在生产运营阶段产生的利息 不属于我们建设期利息所包含的范围 为工程项目筹措资金的融资费用 以及债务资金的利息 利息的计算公式比较特殊 我们刚刚讲价差预备费是复利计息的原理 那计算哪一年的价差预备费 当年我们只考虑0.5年的上涨 而建设期利息呢 它也是这样的原理 但是它的一个操作有它特殊的规定 我们也是按照借款在年中之用考虑 但是它不是按照0.5年考虑利息 而是当年贷款按照一半来计息 这个特殊的计算规则特殊来计 这个公式运用的前提条件 注意啊 是按照贷款是分年均衡发放的 我们当年贷款按照一半来计息 如果大家在做比如说管理课程一些题目 题目如果特殊要求 还说建设期利息 我们按照全年计息 比如当年的借款按照年初投入 这种全年计息就不适合我们这个公式 我们这个公式不是按照贷款年初发放 而是按照在每年分年均衡发放 当年贷款按照一半来计息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公式当中 每一个字母的含义 QJ就表示这一年的建设期利息是多少 它的计算基数是 比如说我们计算第五年的建设期利息 所以就用第四年年末的本息合计 所以这里的PJ-E就是建设期 第J-E年末累计的贷款本息与利息的合计 然后再加上当年贷款的一半 作为G-E基数再乘以利率 来计算当年的建设期利息了 所以这里提示同学们注意几个细节 这个PJ-E它是发生在建设期DJ-E年末累计是年末 比如说我要计算第五年的建设期利息 这个PJ-E就表示第四年年末的本金加利息的合计 是年末而不是年初的 好了这个公式字母的含义我们解释到这里 那在概念当中大家记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采用这个公式的前提条件是贷款分年均衡发放 按照什么 按照借款在年终之用来考虑 所以当年贷款只记半年利息 以前年度的本利合按全年计息 下面在利息这里我们介绍一个文字题目的考点 如果我向国外银行借款 我向某个建设单位向国外银行借款 那银行说借款利率是7% 那除了要考虑这7%借款利率以外 在年利率当中还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那现在我们向国外某贷款机构银行借钱 是通过国内的代理公司来做的操作 那代理公司不能免费为我们服务 他要收钱 那另外银行除了要正常的考虑借款本身的利率利息以外 他还要有一些手续费 其他的费用都要考虑在我们这个年利率当中 那下面就要求大家掌握 国内贷款机构向贷款方收取的哪些费用 以及银行收的哪些费用都要考虑在年利率当中呢 我们先来说国内代理机构 国内代理机构是帮助我们向国外银行来借钱 所以他要包括转贷费 那这里的国内代理机构他帮助我们向国外银行借钱 他也要起着一定的担保人的作用要收担保费 另外要收他自身赚的管理费 而国外的银行国外的贷款机构呢 他也要收管理费 弄去银行办事他肯定要收你手续费呀 要包括手续费 另外我们借钱要还呀 承诺要还 那银行还要收承诺费 对比一下 无论是国内代理机构 还是国外的银行所收的费用当中 都包括哪一笔钱 管理费 那这里考试就是分别让大家来区分 国外银行那要征收哪些费用 国内代理机构要征收哪些费用 要让我们区分开 我们记得是国内代理机构是转单 记两个字啊 转贷费和担保费 因为管理费都有嘛 二 银行呢 国外银行呢 是收成手续费和承诺费 手续费和承诺费 所以我们记得谐音 收成 收成手续费承诺费 好了 要点讲到这 我们来做几个题目啊 先看教材当中的例题 我们再来做考题 某新建项目 建设73年 分年均衡进行贷款 第一年贷300万 第二年贷600万 第三年贷400万 年利率12% 建设期内 利息指寄息不支付 计算建设期利息 因为建设期间呢 我们是只是花钱的阶段 还没有赚钱 所以没有额外的钱去偿还利息 所以建设期利息呢 我们做题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条件 建设期内指寄息不支付 建设期产的利息都在运营期来偿还 所以我们计算 比如说计算当年的利息 都要计息基数 都要考虑以前年份产生的利息 因为利息是不偿还的 那我们来看第一年的利息 第一年利息就用第一年贷款的一半 贷款300万 用二分之一乘以300万 作为第一年计息的本金 乘以12%的利率 第一年的利息是8万 而第二年我们计算利息的基数 要包括第一年借款300万 第一年产生利息18万 以及第二年贷款的一半 二分之一乘以600万 合计起来乘以12% 得到的结果是 第二年产生的利息74.16万 再来看第三年的 第三年我们计算利息的基数 包括第一年本息合计318万 第二年本息合计674.16万 再加第三年贷款一半 第三年贷款400万 一半200万 合计起来乘以12% 利息是143.06万元 那整个的建设期利息 就是三年的利息合计 加起来建设期利息是 235.22万元 我们来看20年19年 考察的都是计算 某新建项目建设期是两年 分年度均衡贷款 看到这个条件 那我们就当年贷款 按照一半来计息 两年分别贷款 2000万和3000万 贷款年利率是10% 建设期只计息不支付 则建设期贷款利息是多少万 那第一年2000万 2000万的一半是1000万 我用1000万乘以10% 第一年的利息算出来了 是100万 那接来计算第二年的利息 第二年的利息 要用第一年的本金 加上第一年的利息 100万 再加上第二年贷款的一半 那3000万的一半是1500万 合计起来是3600万 那3600万乘以10% 第二年的利息是360万 那总共的让我们求 建设期贷款利息合计是460万 正确答案选择是B选项 再来看这道单选题 关于建设期利息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给了 让我们来判断选项哪个是对的 A 按总贷款在建设期内分年均衡发放考虑 对不对 我们这个公式利用那个前提条件 就总贷款在建设期内分年均衡发放 B P J减1 它是表示 J减1年年初累计贷款本金和利息之和 是年初吗 是年末的 对是年末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计算的这个例题 计算第二年利息 要用第一年年末 第一年的贷款2000万 还有第一年利息100万 因为这100万 只有第一年结束之后 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一年总共的利息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第一年年末的 本金和利息的合计 如果第一年年初 那只有2000万本金还没有利息呢 还没有发生呢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个关键点啊 是一年末的 再来看C 按贷款在年初之用考虑 我们这个公式是 当年贷款按照一半来计息 那是按照贷款在年中之用来考虑的 B 按建设期内支付贷款利息考虑 这个公式的运用 是按照建设期产业利息不偿还的 所以正确答案是A选项 再来看17年的 某项目建设期是两年 第一年贷款4000万 第二年贷款2000万 贷款年利率是10% 贷款在年内均衡发放 建设期内只计息不复息 则第二年啊 该项目的建设期利息是多少 只要求我们计算第二年 但是依然需要把第一年的利息算出来 第一年的利息呢 我们第一年的借款4000万 按照一半来考虑乘以10% 所以第一年的利息是200万 就2000万乘以200万 那第二年计息要用 第一年的本金4000万 第一年的利息200万 再加第二年贷款的一半 2000万除以2000万来计息 合计起来乘以10% 是520万 所以这道题我们只选择C选项即可 但是如果这道题让我们求的是利息的合计呢 那答案应该选择的是720万 好了通过这道题再次给同学们强调 做题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题目 是选择某一年的还是求利息的合计 再来看13年的这道单选题 根据我国现行建设项目投资的构成 下列费用项目当中属于建设期利息 包含内容的是 A建设单位建设期后发生的利息 我们建设期利息一定是在建设期间发生的 B施工单位建设期长期贷款利息 利息是建设单位的 不是施工单位的 C国内代理机构收取的贷款管理费 无论国内代理机构还是国外的银行 收的费用都有管理费 B国外代理机构收取的转贷费 国外代理机构一个是管理费 另外是收成手续费和承诺费 而国内代理机构的才是转贷费担保费和管理费 那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C选项 这个转贷费不是国外贷款机构的 而应该是国内代理机构的 好了同学们讲到这 第一章的全部内容结束了 进入到我们每一章的最后一个环节 通过思维导图我们再一起回忆一下 本章每一节的考核要点 首先第一节介绍是概述 概述考试就考一分 要求大家掌握我国项目总投资的构成 第一层次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在数值上等于工程造价 那工程造价又包括建设期利息和建设投资 注意啊 工程造价等于建设投资加建设期利息 建设投资和利息是两条平行线 不是包含关系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那流动资产投资在数值上就等于流动资金 下面又来介绍国外工程造价 国外工程造价呢 比我国简单一些 它包括什么 它包括的是直接建设成本 间接建设成本 从硬式出题的角度 要求大家区分直接和间接 直接我们记忆的技巧 是用地的钱 再加上我国的对应的工程费用 比如场地的 那建筑安装材料劳务都属于直接建设成本 而且行政性的费用 还有生产前准备的费用都属于间接建设成本 是与经营管理所发生的归到间接建设成本 那国外工程造价还包括应急费和建设成本上升费 应急费包括未明确项目准备金和不可预建准备金 那未来是必定会发生的 未明确项目准备金是必然会发生的 不可预建准备金是一种储备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 建设成本上升费应对未知价格增长 那再来回忆建设投资又包括什么呢 三笔钱 工程费用 工程建设其他费 还有预备费 而工程费用它是以谁为对象进行费用归集的 以单项工程为对象 包括设备及工具具购置费 还有建筑安装工程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是以整个建设项目为对象归集的 都是建设单位的花费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节 第二节讲的是工程费用当中的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它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购置费 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工具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那接下来说设备购置费怎么算呢 要用设备原价加运杂费 注意啊 设备购置费等于设备原价加运杂费 而用设备购费乘以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的费率 就把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算出来了 那在我们学习第二节当中 最最重要的大家要汇算谁呢 我们要汇算设备原价 设备原价分为两类 一类是国产设备 一类是进口设备 国产呢又分为批量生产的标准设备和非标准设备 无论标准还是非标准都是按含有被品被件的 这被品被件是随设备订购的手套的 那我们重点要学习国产非标准设备原价的计算 它是不能批量生产的 重点要求大家掌握的方法是哪种方法 成本计算估价法 在成本计算估价法当中我们有口诀是 拒费外包利税非 先后顺序一定记下来 计算哪一笔费用 就用它前面各项的合计 乘以相当的费率或税率 但是在这个大体的原则之下有个特殊的 谁的计算技术不包括谁呢 利润的计算技术不包括外购配套建费 这是国产的一定要掌握国产非标准设备 成本计算估价法的计算 再来说进口设备 进口设备原价又称进口设备的底案价 抵达的底啊 进口设备原价是这个抵达的底 那进口设备买卖双方签订买卖合同 有三种交易价格 这三种交易价格分别是 倒案价 倒案价用CIF来表示 还有一个价格叫离案价 倒案价还有离案价是FOB 还有一个CFR是运费在内价 那我们用FOB离案价加上国外运费 就国际运费国际运输保险费 就等于倒案价了 就原价飘洋过海来到了我国的口岸 那就是FOB加国际运费国际运输保险费 等于倒案价 那单纯用离案价加上国际运费 得到的就是CFR运费在内价 一定要把这几个价格区分开 我们在一起总的 第一个进口设备原价是抵案价 抵达的抵案价 抵案价等于什么呢 等于CIF 这CIF是倒案价 加上从属费用 抵案价等于倒案价加上从属费用 那这个倒案价又等于什么呢 等于离案价 离案价就是FOB 加上国外运费 再加上国外运输保险费 这个关系必须理清啊 那用倒案价加上从属费用 就等于进口设备原价了 从属费用又包括什么 从属费用两费四税 银行财务费 进口代理手续费 这个进口代理手续费 就是外贸手续费 还包括关税 消费税 增值税 进口车辆购置税 要求大家掌握每一项的计算基数 那么总结一下 以FOB为计算基数的是谁啊 银运 银行财务费 国际运费 以倒案价为计算基数的呢 关外险 关税 外贸手续费 国际运输保险费 或外险 那以倒关销 以倒案价加关税 加消费税为计算基数的呢 是销增车 消费税 增值税 还有车辆购置税 有两个 比较特殊的 教材当中给的计算式子都是分式 一个是国际保险费 还有消费税 就国际运输保险费 国际运输保险费 它是价内费 消费税是价内税 两者的计算基数 包含它本身 一定要区分开 这个是必须必须要掌握的 如果现在 我带着大家去这样梳理 同学们你回忆不起来了 你完全不知道 每项费税说的是什么 那就证明知识点有点遗忘了 一定回过头来 快速的听一下课件 或者是 看看我们讲义 做一个复述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工器具 工器具呢 它的概念当中 除了要求大家掌握 它是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另外发生的时间 一定是 为了生产运营 初期生产所发生的 只考虑初期生产所发生的 考虑在设备及工器具 购置费当中 如果生产金过程当中更换的工器具 我们在工程费用当中就不予考虑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第三节 建筑安装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 我们讲了两种划分 一个是按照构成要素 一个是按照造价形成 那先来说一说 建筑安装工程费 它包括哪些钱呢 一部分是建筑工程费 一部分是安装工程费 这两者怎么区分 我们重点记得是安装工程费 与被安装设备有关的 与被安装设备相连的 另外就是单机试运转 联动无复合试运转 属于安装工程费 其余的都属于建筑工程费 那按照构成要素 七项 人才机管立归税 按照造价形成 分错期归税 都包括归费和税金 那人工费 材料费 施工机具使用费 企业管理费 利润 然后还有归费和税金 一定要掌握每一项 如何组成 以及怎样计算 在按照构成要素当中 大家重点一定要掌握 企业管理费 企业管理费是这里 触底频率较高的 而像人才机的组成 我们在教材第二章 会更为详细的来讲解 最重点记清楚 企业管理费包含的内容 然后另外在归费包含的内容当中 注意五险一金 是属于归费 税金是指增值税 按照造价形成 分布分项工程费 措置上位其他项目费 在这里的重要的考点 在于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是教材第二章和第四章 爱出考题的 考的会更细致一些 那再次给大家明确 重点必须要掌握的 企业管理费 还有措置项目费 分单价措置项目费 总价措置项目费 还有措置项目费当中 安全文明施工费 包括环境保护费 文明施工费 安全施工费 临时设施费 还有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费 必须掌握 环保文明施工 安全施工 临时设施费 具体包含的内容 必须要掌握 我随意说一个 大家想想它归属于哪里 施工现场为党的安器 归属于什么 临时设施费 伪党的墙面美化呢 文明施工费 场地的硬化费用 也是文明施工费 那说完了我国的 我们又介绍国外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的构成 包括各单项工程的费用 还有分包费 以及暂定金额 那各单项工程费用 包括分布分项工程费 还有开办费 这开办费类似于我国的 措施项目费 而分布分项工程费用的计算方法 它包含的内容 计算方法给大家总结了一个 全费用综合单价 包括人才 机管 利 税 没有规费 那规费是中国特色的 那在国外建筑工程造价当中 人工费与我国不同的是 招雇解雇费 材料费不同的是 日涨费 它的管理费包括现场的和总录的 下面 工程建设其他费 其他费包含的这些项 建设单位管理费是建设单位自己 对项目管理的支出 大家要注意 生产工人招募 军工验收 属于建设单位管理费 在计算基数 用工程费用 乘以相应的费率 用地与工程准备费 这个是重点 它包含的那种比较多 第一个大家要掌握 建设单位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 出让和划拨 要区分出让包括哪些钱 划拨又包括哪些钱 那通过出让方式 获得土地使用权 要包括出让金 那还要包括 征地补偿或拆迁补偿费 而如果划拨呢 只是征地补偿或拆迁补偿 市政公用配套设施费 在概念当中注意 是建设单位使用 施工厂界外的一些道路 市政设施所支付的钱 技术服务费包含的内容特别多 从可行研究阶段的 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言报告 专项评价的钱 设计阶段 勘察设计费 研究试验费 设计评审费 以及监理的 监造的 还包括招标的费用 工程造价咨询费 造价技术指标使用费 都属于技术服务费 技术服务费的特点是 实行市场调节价 这笔钱呢 是发生在建设期间 但是是为了日后生产经营服务的 包括专利及专有技术使用费 联合适应转费 还有生产准备费 工程保险费 建筑安装工程一界限 引进设备财产保险 然后还包括人身意外伤害险 都属于工程保险费 这工程保险费 归于工程建设其他费 是建设单位来办理的 然后最后一小节是 预备费和利息 基本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 还有建设器利息 要求大家掌握每一项的组成 以及计算 刚刚讲完 大家印象最深刻 我就不再重复了 就从组成 还有计算 两个方面来把握 好了同学们 讲到这里呢 教材的第一章 我们内容就讲解完成了 谢谢大家